长城 这就是雄伟的长城 长城是世界上最长的建筑 它的起点是山海湾 终点是嘉域湾 全长六千多公里 一万两千多里 所以被称为万里长城 修建长城是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 长城不是一次建成的 最早的长城是公元前七世纪修的 以后经过两千多年不断的修建和连接 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 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是北京巴达里长城 那里是观赏长城最好的地方 长城由关岸 城墙和烽火台三部分组成 关岸是重要的驻兵据点 位置大多在近出长城的重要道路上 中国人说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说明关岸非常重要 城墙是长城的主体 古代打仗时 墙上有守卫的士兵 墙的外侧有瞭望口和射箭口 城墙上 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烽火台 烽火台是用来传递军事情报的 现在长城已经成为历史古迹 对于中国人来说 它是意志、勇气和力量的象征 所以中国人说 不倒长城非好汉 1987年 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遗和园 遗和园 遗和园是清代的皇家花园和行宫 史建于1750年 园林总面积有一千多公顷 水面约占四分之三 这座小山叫万寿山 前山的建筑群是全园建筑的精华 山上的佛香阁是遗和园的象征 佛香阁往上 是遗和园最高的建筑 智慧海 俗称湖梁殿 因为这座建筑是没有梁和柱的 万寿山下有一个湖 叫昆明湖 湖上有几个小岛 这是石器的湖 从这里可以通往湖中的小岛 遗和园的东边是东宫门区 这一带是清朝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德和园 里面有一个大戏台是慈禧看戏的地方 遗和园里的这条长廊有七百多米 是世界长廊之最 廊上会有不同内容的图画一万四千多幅 遗和园是中国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古典园里 1998年 遗和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遗暑山庄 遗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夏天遗暑的地方 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离宫和皇家园林 位于河北省城德市北部 距北京二百多公里 遗暑山庄建于十八世纪 全部完工历时近九十年 山庄建于十八世纪 山庄规模宏大 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典范 宫殿区位于山庄南部 宫殿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 各种隆重的大典 也都在这里举行 这里是湖区 两岸风景优美 湖区的建筑 大多是仿照江南的名声建造的 平原区主要是草地和树林 园内建有大大小小的蒙古包 二十几座 山区在山庄的西北部 面积约占全园的五分之四 山庄外面还有雄伟的寺庙群 这些寺庙是依照西藏新疆 喇嘛教寺庙的形式修建的 这是其中的普宁寺 寺内有木雕的牵手牵眼观音 贴金立像 高二十二米 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雕佛像 一九九四年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名十三陵 十三陵 在今北京昌平区 是明代帝王的陵墓群 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皇家陵园 也是保存完整 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在这大约四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埋葬着明代十三位皇帝 二十三位皇后 还有两位太子和许多的妃子 是明朝的另一个皇宫 死了以后葬在哪里 这是中国古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皇帝死后葬在哪里 则被认为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选定一个陵墓地点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 为什么这片天寿山陵区 被选中了呢 十三陵 背靠山 面对水 符合阴阳五行中 四方之神的所在位置 按照中国风水的观点 是一块特别好的地方 从1409年开始的两百多年间 明朝的皇帝们 一直在这里建造自己的陵墓 从来没有停止过 1956年 定陵的地宫被发掘 这里埋葬的明代第十三代帝王 万历帝和他的两位皇后 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 唯一被打开的地下宫殿 少林寺 少林寺 在河南嵩山 最早建于公元495年 最初是为了让印度僧人 传授佛教而建的 历史很悠久 与一般寺庙不同的是 少林寺的僧人 除了修行以外 还会习武 少林寺原有的建筑很多 分布很广 山门是最前面的建筑 少林寺三个字 是清朝皇帝写的 寺内的天王殿 大雄宝殿 千佛殿等 分别供奉着一些重要的佛像 少林寺西面不远处 是少林寺的塔林 这些古塔是历代少林寺高僧的木塔 有两百多座 少林寺西面不远处 从古到今出了很多高僧 在古代就很有名 现在因为有很多以少林武功为题材的电影 少林寺就更有名了 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 来少林寺学武的人也很多 少林武术吸收了中国各派武术的长处 体现了中国武术的精髓 所以俗话说 天下武功出少林 苏州古典园林 明清时期 苏州是中国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有许多私家园林 最多的时候有两百多处 现在保存不错的有十几处 最有名的园林有 桌正园 狮子林 流园 苍浪亭等 这些私家园林与颐和园 成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相比 规模要小得多 但他们是中国南方地区 民间建筑的典型代表 苏州园林 苏州园林很像中国山水画 也像唐诗诗诗 在有限的空间内放置了 甲山树木 平台楼阁 池塘小桥 在园林中游览 好像在读诗赏画 你看这些图案精致的花窗 你看这些弯弯曲曲的小路 你看这些清澈的池塘 到处都能看出中国人 在美化居住环境方面的创造力 1997年苏州园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山西平遥古城 平遥是山西太原旁边 一座并不引人注意的小县城 但它却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 平遥古城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 是一座完全按照中国汉民族传统建筑理念 修建的城市 平遥古城有完整的城墙 古街巷 古店铺 古庙宇 古民居组成 中轴明显 布局左右对称 就像豪华的民间宫殿 这是平遥的城墙 总长6000多米 墙高约12米 城墙内的街道 户面 楼房 仍然保留着公元14世纪时的模样 在平遥城里 以室楼为中心 有四条大街 八条小街 以及72条小巷 交织在一起 组成一个庞大的八卦图案 走进城内 大街直对城门 小巷连着大街 纵横交错 主次分明 井井有条 城内古代民居 全是青砖辉瓦的四合院 左右对称 大部分仍在使用 从这些住宅可以看出 历史上平遥的富足 清朝中期 在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 日升昌票号 19世纪四十年代 这里的票号多达22家 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 1997年 山西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历江古城 云南历江古城 海拔2400米 风光秀美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纳西族的故乡 国家 описании 城哪里 城哪里 宣戏 城哪里 城哪里 是 从丽江古城向北望去 是高耸入云的御龙雪山 走进丽江古老的街道 门前屋后 到处都是缓缓流淌的溪水 当地的游戏 当地常见的民居一般为三合院 朝南的正房是长辈居住的 东西厢房一般有小辈居住 正面堂屋一般有六扇格子门窗 上面雕刻了四季花卉或吉祥鸟兽 工艺非常精巧 丽江也是纳西族的故乡 纳西族的东巴文字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活着的象星文字 纳西古乐是由老艺人用古老的乐器演奏的古老乐曲 在世界上也是很罕见的 1997年 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桂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是个美丽的小城 桂林最美的是黎江 这是世界上最秀丽的河流之一 长160公里 梨江的梨字是清澈透明的意思 梨江的江水正是清澈透明的 梨江两岸的山上长了好多灌木和小花 远远看去好像美女身上的衣衫 倒影是梨江的梨江的一大奇观 坐着小团从山峰倒影的水面上流过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百里梨江的每一处景致都是一幅中国水墨画 梨江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里有不同的景色 梨江分三段 每一段景色都不同 这是梨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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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江 这是梨江的第二段 岸边石山连绵不断是梨江风光的精华 这是梨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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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江 这是梨江的第三段 翠竹 茂林 田野 山庄 渔村 随处可见 和母度遗址 1973年夏天 在浙江省于遥市和母度村的北边 村民们在挖土时 发现泥土中有一些好像被加工过的碎石块 经过考古人员挖掘 在距离地面两米深的地方 发现了十一座墓葬和三个灰坑 还有大量的陶片 石器 经过专家判断 它们应该是在大约六千年前加工出来的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离地面三米深的地方时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在黑褐色的土层中 闪着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 但是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 考古人员捡起这些小颗粒 经过仔细地辨认 它们发现 这些东西居然是碳花了的稻谷 考古人员不敢相信 这些稻谷会在六千年前的地层中发现 它们真的在地下埋藏了六千年吗 难道新石器时代在这里生活的 和母渡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在离稻谷不远的地方 又有了新的发现 泥土中出现了许多用骨头做的东西 这正是和母渡人用来种植稻谷的生产工具 古寺 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古质农具 所有的发掘显示 六千年前这里生活着这样的一群人 它们靠种植水稻 采集 捕鱼和狩猎为生 已经会使用芦苇和麻制品 它们还从附近的山上砍伐树木 构建起了甘蓝式房屋 而这种结构的房屋仍被现代中国人采用着 云南的吊脚楼就是这一远古文明的延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